大家好,我是Donald 很久沒見了,應該半年沒拍片了 大家看到後面,我就是在Elisabeth Line的Farington站 大家看到這個影片的Thumbnet都知道 今天我會去歸騰試一間餐廳 但為何會去那間餐廳呢? 為何這麼久沒拍片呢? 我在這段影片都會和大家略略地說一下 不過現在到Farington,我們要先說火車 上去Briton那間火車之後,再和大家見面吧 這輛火車大概一小時就會由倫敦到Briton 適逢當日是英超白麗頓主場對利物浦 所以白麗頓附近也有很多球迷去Briton火車站 轉車去球場看球 其實Briton有甚麼玩呢? 我覺得沒甚麼 沿著火車站落斜坡,一路落就去到沙灘了 無論你冬天也好,夏天也好 來Briton的話,記得也要穿一件風衣和戴上帽子 Hello,這裡就是傳說中Briton的海灘 大家看到後面是很大浪的 你看到我頂部都是不斷吹,鏡大風 幸好我今天有帶我這個麥克風 希望都不會收到風聲 對了,不見了六個月 其實這六個月為甚麼不拍片呢? 就沒有甚麼特別原因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真的沒有甚麼想說 還有沒有甚麼特別的東西想拍 因為我想拍的一些內容都是 因為拍一些生活性的東西 還有關於我自己搬屋也好 其實就快有一年了 我現在又在找房子 所以應該很快又會記錄一下我搬屋的一些路程 一些心路歷程 現在都有看開幾間 希望那個offer都落得對 那就不用又睡街又要找地方搬 今天在這裡跟大家說一些觀眾的疑問 在這六個月沒有拍片 很多人問我為甚麼不拍片 剛剛就說了 因為這六個月真的沒有甚麼想說 亦都沒有甚麼特別的地方去過 都是上班 當然倫敦去過一些特別的餐廳 都會在Instagram都可以看到 另一個問題就是關於E0好沒有 很多人Instagram都DN會問我 其實E0這個地方 就好像我之前的影片那樣說 方便的 很多東西可以找到 還有有Elizabeth Line 不過Elizabeth Line的問題就是 最近它有罷工 還有星期六日 At the May 9 West E0 Handwell 會不開 所以大家要留意 第三就是 我現在找房子都會面對的 就是很難找 租募非常繁忙 競爭非常之大 offer要下得高些 還有可能要pay up front 可能三個月六個月 另一個很多人問關於E0的問題 就是E0是不是很多日本人 是不是很多好吃的日本餐廳 因爲大家可能上網都見過E0有日本餐廳 亦都聽那些香港的agent說 E0是英國太古城 但其實事實上 就是你如果在E0市中心 我相信現在你星期六日出街 或者走一出街去買菜 你見到香港人的機會 是會遠遠高過日本人 因爲其實日本人住的地方 不會是E0不會是E0 不會是West E0 多數他們會住West Atton 如果你真的有去West Atton 看樓 你便會見到有日本人的學校 和那區很多日本車 亦都真的很多日本人 關於日本食物方面 其實E0 就不是真的大家想像中 那麼多日本食物 如果你說要吃韓國食物 大家會去New Modern 因為New Modern是真的有一條韓國街 很多韓國菜 韓國超市 但是E0的日本食物 其實不多 我不當wagamama wasabi那些是日本餐廳 其實我居住在E0 住過E0 住過West E0 亦都經常去E0 其實日本餐廳 數量真的不多 我想到的可能都是只有兩三間 兩間 比較出名的就是E0 我以前住那裏 E0 有一間叫Take T-A-K-E 但好不好吃就見仁見智 我曾經去過 就是他們逢星期一至五 有個lunch set 是好像六磅 有麵豉湯 有前菜 有主菜 六磅 都挺划算 但現在就不知道 它有沒有cancel 另外 大家看到E0 最多說有好東西吃的 其實就是那間 Natural Natural超市 這間店 其實我以前煮Incomment 基本上是我回家必經之路 所以那間店 我以前煮Incomment 那半年是經常幫襯 但現在搬走了之後 就少了去 因為其實那間超市 住E0當然方便 但它裡面賣的定價 比較貴 我現在如果要買日本超市 即食材 豉油 味淋 打火鍋的湯底 芝士 脆皮腸 或者豬肉片 我是會去Piccadilly的Rice Wine Shop 因為那裏是便宜一點 但說到日本東西 其實我今天來到Briton的主要原因 就是真的來幫襯吃日本東西 那我之前其實都去過這間店 幫襯的了 它就是吃串燒的 那這個串燒呢 我覺得就很划算了 因為上次我兩個人 吃了50磅有爪 我相信同樣的串燒 在倫敦吃 兩個人應該80磅 走不掉了 而真是串燒店 我知道Hammertown有一間 SOHO有一間 叫Humble Chicken 但這兩間 真的太貴了 那我自己呢 就沒有幫襯過 如果大家有吃過 記得在留言告訴我 這兩間食物 吃不值得幫襯 那但今天Briton這間 我都吃過 我真的覺得值得吃 所以我寧願 真的在6-9元 來回火車 下Briton 下一個日程 吃頓好的日本東西 那我們去到餐廳再說 我們 大家也看到今天這段影片 大部分 所以應該都不會 在湖外收留很久 那我們去到餐廳再說 這個呢 都採決了這6個月 在民津做了些什麼 回答了大家 對伊靈的一些本事 那在後面那間呢 就是今天我要來吃串燒的店 現在就是晚上5點鐘 但是呢 外面已經排了長龍 就是剛才有一條龍 現在那些人全部進去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訂位 原故 所以我們專門5點去開店 但誰知道呢 5點這個鐘數呢 都已經是全訂了 所以他留下我們電話 我不知道今晚會不會有吃 如果沒有的話呢 這段影片就不知道拍些什麼 走了一個小時之後 店舖就打來說有位了 問我們想不想坐下吃 那他就說呢 如果我們來的話 用餐時間只有45分鐘 要在7點就交一張桌子出來 好 那讓大家看看那個名單 看到那個名單 價錢都不是太貴 沒錯 它還要是兩吋的價錢 這個價錢 隨時便宜過在香港現在吃串燒 酒水方面 大家看到後面都有些日本Sake 這間店是有日本Sake 有日本威士忌 還有種類都不少的 威士忌方面會有白酒 有時候會想在居酒屋 弄一杯HIGHBOR 但是今次只有45分鐘就要橫桌 所以簡單單 弄兩杯啤酒就算了 今次就坐在吧桌 坐在師傅前面 我見到大部分的串燒 都是這位師傅自己親手去燒的 而且去燒串燒的過程 看起來都非常認真的 等了5分鐘左右 已經很快上了第一道菜 第一道菜是一個頭盤 就是當日的Special 是一個Tampura Sea Brim 即是一個鯛魚的天婦羅 看起來非常之像Fish and Chips 旁邊配的一個 就是應該他們自家調製的醬汁 裡面就應該有些黃芥辣 有些Mayo 有些七味粉 有些芝麻 還有懷疑它有一點芥末 非常之好吃 其實在我切開這個魚的途中 我都覺得這件魚 非常之像平時吃Fish and Chips 的魚 絕對不像平時天婦羅的脆脆 切開魚 看到裡面還是保持濕潤 吃入口魚肉非常嫩滑 控制火候合到好處 但是魚油味偏淡 這道菜主要是欣賞天婦羅薄脆脆脆脆 還有魚肉嫩滑的一個對比 再加上特別調配醬汁的味道 第二道菜就是這個燒羊架 燒羊架一下有三件 這個羊架的剪材厚度適中 大家都看到不會太薄 也不會太厚 切開之後大家都會發現 師傅拿捏的火候非常之好 那個顏色非常之粉嫩 羊肉的味道帶少少酥 但是是非常之合理的酥味 第三道上的就是這個免治雞肉丸 相信大家看到這個免治雞肉丸 都會覺得應該是整晚的重點 但是很可惜地 雖然這個雞肉丸賣相不錯 但是它是整晚我認為最低分的一個項目 也是唯一一個令到我失望的菜式 由於英國的雞比較瘦 所以搓了做肉丸它會比較粗 廚師為了在裡面加一些口感 它加了一些馬蹄 吃下去就像山竹牛肉球的口感 來到整頓飯的重點 我回來這間餐廳也是為了再吃它 這一串雞皮我相信英國真的不多地方有得吃 雖然它不是說什麼很花巧或者很特別的東西 但是一口雞皮一口啤酒 真的有一種極樂的感覺 是吃KFC、炸雞、韓國雞是不會比美得到的 這個很有罪惡感 這個真的很棒 其實我就是為了這一串的東西 乘火車來BITTON 因為這一串我嘗試吃完 是深深地留在我腦海之中 有一天我發夢想起這股味 所以我就決定叫朋友 不如我們找人看架 乘火車去BITTON 吃回這一串的東西 很棒 很有罪惡感 旁邊這一串雞翼 大家看到的樣子都知道什麼了 都是說一句 英國的雞比較瘦 如果是吃雞皮或者雞翼這些這麼肥的部分 其實一些瘦的雞我覺得都可以接受 吃完之後都不會有太肥膩的感覺 吃完之前的東西之後 廚師都問我們要不要加單 最後加單的環子我就加了這兩種比較普通的串燒 我指的普通只是食物配搭上面的普通 並非食物質素普通 這兩串我個人認為是整餐飯最好吃的串燒 大家看到大蔥是燒得非常焦香的 而反轉另一面的雞肉依然都非常嫩滑 而最後一串煙肉車來的 簡直是對於火候的拿捏去到極致的級數 外層燒焦了煙肉 但是裏面的車尼茄還是生的 咬開的時候裏面有些暖的茄汁是爆出來的 剛剛就吃完了 如果大家來Brighton的話 我強烈建議大家 早一點點訂位來這間餐廳 光顧一下 因為裏面的燒雞皮真是無敵 我相信英國真的不多地方會有燒雞皮吃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它所有的串燒都是燒到欠到好處 剛才那個車尼茄呢 它裏面是生的 但是是暖的 然後它包著煙肉是真的好香 所有東西都是燒到欠到好處 唯獨一個不好的地方就是 它的地方比較迫 所以我沒有在裏面可以用Gopro拍到東西 還有另一個不好處就是 它預訂位真的預訂得很富 經常都不開店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來Brighton 一定要盡早預訂位 不然就像我們那樣 它們迫我45分鐘要吃光的東西 但是也沒辦法 我今天來Brighton 都是為了吃這間餐廳 今天這段片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在Brighton推介 或者去吃過那間港地HK Place的話 都可以留言說一說 究竟好不好吃 又或者如果大家在倫敦 發現到有什麼串燒店 都是這麼划算 這麼好吃的話 記得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就這樣 拜拜 謝謝